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宜春学院、宜春职院、江西工程学院等高校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研导广大师生、珍爱生命、远离毒品、建设健康人生、绿色无毒的美丽校园 宜春市高校禁毒志愿者联盟在宜春学院成立 宜春学院、宜春职院等高校的禁毒志愿者将深入社区、农村、企事业单位开展禁毒宣传 进一步加强社会禁毒宣传教育 同时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认识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、为建设和谐校园、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江西工程学院举行626禁毒宣誓启动仪式 2000多名大学生举起右手、庄严宣誓 表示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、坚决与毒品作斗争 我们要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坚强决心 积极与毒品犯罪行为作斗争 我们要认清毒品危害、自觉远离毒品 积极举报西干毒线索成为全民禁毒的一支生力军 共同创建健康人森绿色无毒校园 宣誓结束后 江西工程学院2000多名大学生 还与新渔市民警察一到 参加了万人禁毒签名活动 并参观了禁毒知识宣传展板